美中元首视讯峰会登场 两国领袖首度面对面 只见拜登拖着下巴沉思 习近平说的每一句话 拜登低头请做笔记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拜登发言时 频频低头看笔记 习近平则从头到尾都紧盯 荧幕上这位老朋友的举动 美国前官员分析 比起打电话 拜习这次视讯互动更开放 目的不再缓解紧张关系 而在建立框架 要管控两国复杂关系走向 专家认为有关台海议题 大陆积极抗议 拜登则为台湾议题辩护 大陆央视会后全文稿 提到拜登反对台独 但白宫声明对此只字未提 同时拜登关切到的港葬江人权 在央视报道全都看不到 纽约时报认为 这三个半小时会议 还是没有重大突破 在双方各自的官员代表中 除了布林肯 王毅 财长叶伦 与贸易代表刘鹤都有出席 也显示贸易是未来美中进展的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